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大家好 华姐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去年自驾西藏三个月的时候 去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西藏阿里地区的普兰县 它处于一个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的一个交界处 普兰县呢 距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仅有400多公里 距尼泊尔的首都也仅有500公里 非常非常近的一个边界地区了 这个普兰县呢 也是神山河圣湖的故乡啊 对 这个神山呢 就是港人波齐峰啊 圣湖就是马旁拥错 这个是前两期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 神山和圣湖 对 因此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印度和尼泊尔的信徒啊 会经常来到这个普兰 就是为了去这个神山和圣湖朝圣啊 这个普兰县呢 它又被称为阿里地区的这个小江南啊 因为在整个阿里地区呢 它的海拔都比较高 平均海拔都是在4500米左右 而这个普兰县呢 它的海拔是在3800多米啊 相对来说海拔要低一些 整个普兰县呢 也都是被雪山包围着 在普兰县的周围呢 有喜马拉雅山脉 还有钢底斯山脉 所以呢 是一个被雪山包围的一个小县城啊 对 这个普兰县啊 它是属于陕西原建的 嗯 呃 我们当时还专门去找了一个这个陕西的饭馆啊 对 我们找了很久找了一家陕西饭馆 吃了一下表表面 对 因为像我们北方人嘛 长期自家在外 其实特别 馋就是北方的面食啊 对 长时间不吃就会很馋 所以我们当时到了普兰县呢 第一件事是找宾馆 到找了宾馆以后我们就去找了这个陕西面馆啊 终于吃到了这个心心念念的表表面 嗯 很解馋啊 对 呃 我们去年当时去的时候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啊 当时人很少 但是据说在疫情发生之前啊 那里的人是很多的 而且满大街看到的都是这个印度和尼泊尔的人啊 对 他们有一部分呢是在这里经商的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佛教信徒啊 来到这边来那个去参拜这个神社 山河圣湖的 对 我们当时还去找了一个特别早的一个那个编帽市场啊 因为有 有一个后面建的编帽市场 又也是因为疫情影响关闭了 对 找到了一个比较早期的 但是我们去到那的时候人也比较少了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印度尼泊尔商人在那里面经营啊 因为这些这一部分人是受疫情影响后滞留到这里的 滞留在那里啊 我们在里面整个转了一圈好像就遇到一个汉族女孩啊 剩下的全都是尼泊尔呀印度的商人 对 呃里面摆了有各种各样他们的特色商品 嗯 而且最有代表性的也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那种木碗啊 最多的在那摆的 对 每一家店里都会有那个木碗 而且那木碗的价格还不便宜啊 还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在这个地方经商的这个尼泊尔和印度人啊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不懂汉语的 所以我们当时跟他交流是有障碍的啊 他们基本上要进行英语交流啊 对 呃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人特别少就别觉得非常非常冷清啊 我们也跟当地的人也问了一下 他说实际上如果不受疫情影响的话 你在那个地方是呃可以感到浓郁的一国风情啊 对 就是印度啊尼泊尔人特别特别多 也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特色 嗯 那么如果要是朋友们来到了这个浦兰县呢 可以再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啊 就是一个悬空寺 嗯 那这个悬空寺呢 离这个呃浦兰县城非常非常近啊 穿过这个孔雀河桥澳就能到达这个悬空寺 呃这是我们自驾游这么长时间来见到的第一个悬空寺吧 对 是吧 见到的是第一个 啊 而且我们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啊 我觉得以前的人还是挺伟大的 对能把寺庙啊房屋啊都建立在这个山崖峭壁之间啊 嗯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呢 无论是对这种佛教文化或者是建筑文化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这里去看一看啊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嗯 所以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还是建议可以去这个普兰县城去看一看 它是需要有一个折返路啊 对啊 我们上前两期视频给大家讲那个圣湖的时候啊讲过啊就是要经过这个马鹏座圣湖还有一个拉昂错鬼湖啊 对啊 再往里面几十公里就可以到这个普兰县 进去 基本上是进去以后还要再返回来一个地方 所以比较适合自驾去的朋友 嗯 因为去那可以感受一下不同国家的一种文化特色 对 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喜欢自驾喜欢西藏的朋友啊可以看一下我们西藏自驾游的一个合集啊 里面有一百多个视频有我们当时的一些路线规划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嗯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转发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